都说去年到今年韩影全面扑街 有没有特别好的呢 大家好,我是刘震 今天还好 去年到今年的韩国的上映的各类大片 确实是口碑和票房都几乎未打于其 去年像什么紧急宣言啊 一些大片啊 这个全明星这种 然后呼声很高 到最后票房都一般 去年到现在最好的 票房最好的还是这个范醉都市二 然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 等于是韩国的影片 在自己的本土啊 都有点打不动啊 打不过日本片子 打不过这个好莱坞 就说没有特别优秀的片子出来 所以现在也有这个论调 我看到了 就是韩影现在开始示威啊 就是这个不如以前啊 那种每年都会有数部啊 甚至好的时候都挑都不止十部啊 非常优秀的电影出来 我觉得是有一点这个情况 我后来看了有些分析文章 就是因为像网飞这样的大的 这个这个这个流媒体平台 进军了这个韩国市场之后呢 韩国的中午录的很多电影演员 都跑去演电视剧了 因为这个李正仔 在这个游鱼游戏里的巨大成功 腾扫了金球奖 然后在全世界创造了收视神话 然后让自己身价暴涨 让这个网飞挣了大钱 让他们自己也挣了大钱 中午录的很多演员呢 就自己就有点按捺不住了啊 就是纷纷的投入这个流媒体 那他们拍的一般都就是电视剧 或者是流媒体的电影 那院线里的片子品质可能就略有下降 当然现在演的片子可能都是一两年前拍的 但是现在这个流媒体对这个院线的冲击还是很大 我觉得这也是一部分关系 但是你说有没有好的作品 我觉得还是有的啊 今天我就拿出一部来 推荐给大家看一下 我很喜欢 当然他的票房并不是特别好 这种风格的电影的票房就很难特别好 他是朴勋正导演的叫乐园之夜 这是一部黑版片啊 你别看他的名字挺温宜挺小清新啊 就有点像他这个片子整个的风格啊 我从看开始到看完 我觉得他的风格都很像北野舞的风格 看着起来 看起来有些小清新 但实际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爆发啊 杀戮血腥啊 然后静的时候很静 动的时候很爆 然后又有这个非常好的摄影啊 景致啊 我怎么看 怎么觉得都跟这个北野舞的风格有点像 这个朴勋正也不是个一般人啊 韩国著名的导演啊 他的最经典的作品 就是韩国黑帮史诗篇的这个 啊天花板啊 就是新世界啊 新世界是出自他手 也算是一战风神啊 那是他职业生涯最高峰 也是他第一部作品 后面呢 就都不如这第一部作品 新世界可能是一下子 他后继薄发 把他很多积累的东西全都出来了 然后从 各个方面 从编剧啊 到故事到表演 整个方面 几乎无懈可及 至今为止 我觉得这也是最好的黑帮片啊 是可以定价齐驱 这个无间道三部曲的 我觉得跟无间道尔啊 更接近 在这部片子之后 他后来又有很多其他的片子啊 像什么这个杀人优先权 就叫VIP啊 然后这个崔明直的大虎啊 然后包括去年的这个魔女二 魔女二这个是复杰了啊 这个票房口碑都很差 这个乐园之夜 是他去年的作品 这部作品我看完了 我是蛮喜欢的啊 我不知道这种调调 大家是不是喜欢 那讲的还是黑帮复仇的故事啊 一个黑帮的小弟帮大哥这个弄死了对方的大哥 然后就跑路了 结果大哥迫于压力啊 把这个小弟给出卖了啊 这小弟他去跑路呢 他躲到了济州岛 济州岛认识了这个 这个就是专门收留他的啊 一个卖枪的叔侄女啊 这个侄女人因为得了绝症 不就于人死 所以是非常的厌世 其实这个片子是一个包装在黑帮片外合 那个外合之内的这么一个爱情片啊 讲的是两个孤独的灵魂 在这个啊 冰冷的现实里头怎么互相温暖的故事 但是又有特别有那种韩国片子 包括这个北野武的作品的那种 就是每当你要看到一次次温暖的时候 我就瞬间的把这把这点美好 在你面前打碎给你看啊 就这种造成的这种啊 落差啊 造成的大家心理上的这种承受不了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啊 是非常的北野武 他们两个相爱 这个最后还是没能在一起啊 然后最后成了一个啊 复仇片 但是结局呢 还并不是一个啊 快乐的结局啊 最后还是避疫了 所以这个片子 我觉得整体起来 风格跟以前的这个 朴军正的片子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他尝试了另外一种风格啊 摄像机也不晃动 然后就是非常安静的摆在那里 有很多的长镜头 广角镜头啊 然后展现了这个 季州岛的这个风光啊 季州岛当时 可能是在那个口罩期间吧 就没有什么人啊 非常空旷 然后美丽的景致 然后他那种色调呢 跟他以前拍这种黑帮片的色调是很 很接近的就是在展示这个黑暗的这些黑帮斗争的这部分呢啊 他用的是非常冷的非常暗的这种色调 然后到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些明媚的时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色调调的比较暖一些啊就让人又在冰冷中感到感到一些温暖 然后呢这中间又安排了很多突如其来的暴力戏凶杀啊打斗 非常韩国啊 也非常北野武 所以这个片子我是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 大家有时间可以找来看一看 这个片子这个国内是不可能上映的啊 尺度比较大 然后但是啊 各个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你去搜啊 他的这个里面有 有最后一段明场面那是比比皆是啊 非常出名的一段明场面啊 这个小萝莉最后复仇的这段明场面就非常爽 他最后还是让大家把这个胸中机遇的怒火发泄出来 但是结局呢并不是完美的结局啊 所以这个片子推荐给大家看一看 并不是韩国去年没有好片子啊 还是有的 推荐一下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家关注